嗨 嘿嘿嘿嘿嘿 嗨 我是Opera 今天呢就是 這兩天其實都陪我媽 不是陪我媽 就是跟我媽一起來台北顧小路 我有嘗試一個人在家一天 就覺得還是不行 所以就想說來這邊找小路 然後順便剪片啊 還有我姊什麼之類的 就效果會比較好 然後其實我昨天有拍一個片 可是 就覺得拍的沒有什麼感覺 就一直覺得沒有靈感 然後拍到最後就拍到晚上喔 都其實應該是可以用 可是我還是覺得不行 我不想要剪那個片 所以後來就沒有剪那個片 所以今天呢就是重新錄了一個 然後我現在要去幫我姐買早餐 因為我姐跟我媽現在在顧小路 然後我先去買一個 米雞肉蛋吐司 現在買完早餐了我在這兒 然後要回去跟我媽跟我解僱小路 然後順便剪影片 然後我今天中午想要跟你們實測 也不是實測就是我想要上一個新的 底妝給你們看 可是因為其實我昨天已經實測過 但我昨天就是覺得那個影片很大差 所以我就不剪也不拍了 就也不剪然後也不上傳 就會直接把它刪掉 但我今天會直接就是上在我臉上 給你們看那個新的底妝是直穿袖的 我覺得如果你是 就是乾性到中性機會非常喜歡 因為就連我是混合偏油的 我都還蠻喜歡的這樣 欸然後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就是 吃早餐的時候一定要點薯餅 因為我真的就是有一種 馬鈴薯的偏執狂就是 薯條啊 薯餅我都好喜歡 然後這兩天就是 我男友有來陪我 所以就是覺得很感人這樣 但是 目前生活狀況 也有時都還 努力維持正常的軌道這樣 雙下八寶寶 雙下八寶寶出來了 陸寶寶 陸寶寶 雙下八寶寶 欸他看起來很大 但其實他超瘦的喔 很小一隻 你看他有多小 你幫我打馬賽克 看他有多小 好可愛喔 啊誰在這邊生氣啊 小路斑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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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大兩狗大兩狗 嗯 小路斑筆 小路斑筆 破路喔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快幫我 幹嘛啦 喔好委屈啊 一拍一拍 好不要拍好不要拍 幹嘛笑他 喔這樣子喔 你看好多賊立刻不哭了 小鹿包小鹿喔 小鹿包小鹿 雙下巴呢 眼睛裝這麼大幹嘛 啊你看他的腳趾一直張開超可愛 擋鹿的貓 擋鹿的貓 好好笑 根本看不到上面的螢幕 重點就是要接大螢幕然後他一直坐在那幹嘛 我要拍片了 哈哈哈哈哈哈 聽我剛剛說我要拍片 所以我媽跟我姐就順天不講話 然後我要先用這個加丹尼爾的Rise Hydrating Mask 這個我用了兩片 他本來裡面有六片現在剩四片 然後我覺得他的保濕效果 非常非常的好 可是我每次用加丹尼爾的那個面膜 都會覺得很痛苦 是因為 他沒有那個膜 所以我每次拆開的時候都會就是搞得有一點 但是 鋪上去以後又覺得OK好舒服喔 因為他是很保濕 然後非常服貼款 然後這一款因為他是主打保濕 所以我大概都會在臉上留個十分鐘左右 我就是不會太快拿下因為他真的比較黏一點 所以如果我混合偏油都可以的話 乾肌應該會很喜歡 然後他的服貼度真的超好 我是趁之前他們一一一的時候買的 因為那時候有折扣 超服貼有沒有非常的透明 然後他如果跟Melly Melly比一下 我覺得Melly Melly他就是只有一款 他沒有什麼特殊的效果 他就是美白透亮這樣 所以Melly Melly那一款我很喜歡 我也還有兩盒存貨 然後這一款加丹尼是因為他有非常多什麼 修復啊亮白啊然後保濕 所以我每一款都有試 但目前為止我覺得他的面膜質都非常的舒服 唯一一個麻煩點就是 你必須要自己把它慢慢撕開來這樣 我現在要拿下來的是應該十分鐘 十五分鐘 十分鐘有了 我這幾天都沒有認真保養 所以接下來有一點點粗粗的 然後我為了小鹿把指甲弄掉了 因為我要抱他 而且我的那個美甲師他去 他要生小孩了 他也九個多月在代產中 所以我接下來 欸你們有推薦什麼指甲油嗎 因為接下來可能 兩個月都要自己擦指甲油 但我對指甲油這個東西 真的完全沒有設略 然後其實他袋子裡面還會有一些精華 然後我就會拿來擦脖子啊 或我的腳之類的 現在你知道 像今天就變得比較冷 今天外面才十八度就可以拿來 塗一下腳鼠之類的 超冷 好然後我今天呢就是要用這個 色號是 五六四 就是Medium Light Set 這個呢 昨天呢就真的是全新的 我把全新的證據給你們看 就是他上面的那個 我昨天才剛死掉 因為我昨天就真的有拍一個實測 可是我後來就是不想上那個實測 所以今天再重新拍一次給你們看 然後他就是壓一次 我覺得他的量就超級無敵夠 就壓一次這個 然後就可以壓在 真的是整臉喔 然後就完成了 就真的不需要別的 然後這邊用拍的 然後昨天晚上有那個 支持那個Alice的新書 半生不熟蘋果紙 他的已經開始預購 可是贈品已經全部都沒了 但因為我就想說 沒差我也沒有需要那些贈品 所以我後來還是買 在博客來先預購 如果大家想要看一些彩妝書的話 可以去支持一下Alice 然後現在就是用拍的 我覺得他毛孔遮 就是修飾力還蠻好的 可是他真的完全就是一個光澤感的粉底 所以如果像我自己秋冬用的話 七八個小時不補妝 是真的就油光會出來 但是妝感是漂亮 可是如果你本身是油性肌的話 我跟你說 夏天真的不要用 偷洗流啦 偷洗流 我看一下喔 嗯 看起來蠻好看 可是我的這邊鼻翼還是有 雞一些 所以鼻翼的話 可能還要用那個美妝蛋那些 因為他可能會修飾得更好 當然就給你們看一下毛孔的遮瑕度 他毛孔的修飾度是蠻好的 他當然沒有辦法像那種什麼 Maybell的那種特務 就是直接把你整個遮掉 就是很死 他不是那種 他是屬於光澤型 可是他的整體的修飾跟體量效果是蠻好的 就看起來其實 算是輕薄 可是他有一定的遮瑕度 因為你看到他把我的泛紅跟底下這些痘疤 就是遮了大概六成左右 然後包含我的這個曬板 也遮了六七成左右 所以就遠看來說 如果你再訂一個蜜粉 像我昨天是T字部位再訂了蜜粉 然後我就可以出門 然後出門就大概八個小時沒有補妝 他也是泛出油光 再把它吸掉 也不會有暗沉的狀況 所以如果你是乾性到中性 我覺得你應該會蠻愛的 然後尤其是秋冬 大家比較懶惰的話 就可以用那個氣墊粉餅這樣 而且我現在上妝 我等一下也沒有要去哪裡 我就是要 沒有要去哪裡 通常我要剪接的時候 我都會配一個影片在旁邊 然後放著聽這樣 就會等 等他在輸出的時候 我就會弄 然後邊剪片邊聽這樣 今天在聽的是他聽 欸現在剛好燈光很亮 給你們看我現在的臉 他就真的是 現在是我上妝 六個小時 所以他真的是出油之後 就是我的這些遮瑕會掉 但是他不會有什麼暗沉的感覺 可是就是 他的控油度真的不好 所以如果是混合偏油的人 就一定要大定妝 我今天是連定妝都沒有 但就是 光澤感是蠻好的 也許現在就是這個白光打下來 光澤感是蠻好的 但是 就他不會是我的第一首選這樣 然後現在就是在 我最喜歡的小路髮 因為我上次在IG上 問大家那個風衣 我後來有買 超美的欸 如果你們在中立的話 要來逛小路髮喔 我到家了現在是 八點十分 然後距離我上妝時間是 呃 六七 快七個小時 然後 我自己看鏡子的時候 我是真的覺得蠻亮 然後剛剛去找我朋友的時候 我朋友也說 為什麼今天臉那麼亮 其實就是因為他的光澤感真的非常的明確 可是當你近看啊 就是我的毛孔已經跑出來了 然後再加上遮瑕 其實已經沒有到很夠力 可是我相信 如果就是你用這個底妝 然後你有適時的三四個小時補個妝 壓個油的話 應該會蠻漂亮的 反正本來鑽石光的這個粉底 我當初就是有買 但後來我送給我媽 因為就是比較適合乾肌這樣 所以我覺得他鑽石光的 然後系列粉餅應該也是會比較適合乾性到中性肌 但是油肌也可以用 只是你定妝要確實 因為我今天完全沒有定妝這樣 然後就是 我就是念舊到我已經連續四天吃一樣東西 就是一直不斷吃我們家巷口的乳味 因為我真的覺得好好吃他的乳豆腐真的是 太銷魂了這樣 所以我等一下就是要邊吃乳豆腐邊剪片 所以今天會有影片 好啦現在是八點了我要去吃飯了 掰掰 好 好 好